我们刚刚看到了 台股上演了双十国庆的庆祝行情 你回头来看 赖总统他在三千字的国庆演说 这份文告一共提了八字中华民国 学者说 这让中国攻击他的弹药少了很多的 立刻就少了很多 而台海的暗潮汹涌 中国不是还有2024的力剑逼的联合军演 这样就没有了吗 谁敢打包票 而台湾有事 美国会介入吗 国防安全优旧院的战略所所长苏子云 他就说了 美军有办法可以在45分钟之内 驰援台湾 是真的吗 这次大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是在凌晨的5点 宣布要举行联合立舰2024B的军演 那么政治动机 当然还是因为大陆当局 认为赖金的总统在双十谈话中 他发表了挑衅的台独言论 并且是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因此在赖总统双十谈话之后 就陆陆续续有人认为 即将要举行军演了 那么果然是在今天清晨就宣布 要对台海周边进行演习 大陆媒体就整理出从2022年以来三次演习 拼演的一个区域图 包围的区域是越逼越近 而且这一次是全天候的 以实战氛围更加浓厚 大陆解放军强调呢 他们集结了海陆空火箭军等兵力 主要的演练呢 比上一次还多 包含了海空备战警循 以及要港要狱的风控 还有对海陆打击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大陆的海警局 海警局呢强调四支海警的一个舰艇编队 这一次同时要展开环岛的巡航 这是在上一次的军演并没有的 上一次呢只有在台湾的这个外岛 包含了东影还有乌丘等 所以这一次呢 也是加长了一个环岛的巡航 那么东部战区其实在昨天 有发布一些军演的一些演习的画面 其中还有一个标题叫整个带弹 这个弹字里面呢 有一个台湾的图像 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在预告了 果然解放军有再度的出手 以上是我们在北京掌握的情况吧 时间欢迎冯与主播 解放军战机升空 海军舰艇官兵紧急就定位 今年5月23号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 进行联合力舰2024A演习 时隔将近5个月 联合力舰2024B军演又要展开 10月1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 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 开展联合力舰2024B演习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PO出了演习区域示意图指出 联合力舰2024B围台军演 地点将针对台湾海峡北部 台湾北部东部南部海域展开 根据东部战区表示 军演重点包括海空警备警循 要港要预风控 对海对陆打击及夺取综合治权等项目 发言人李希海说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行径的 强力振折 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及必要行动 至于我国防部则表示 对中国不理性挑衅的行径 表达强力谴责 东线新闻国际中心 综合报导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关心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是已经发布了对台当进行 这个围台军演 命名为联合力舰2024围台军演 现在就被写读为说 这个军演会不会就是 今年5月的时候 就有2024联合力舰A的后续 那共军这样的军演方式 其实就是因为针对 中国外出的在国际演说时 强调两岸户不隶属 以及祖国论等等的 后续相关回忆 中国以这个军演的方式 来对台进行相关的本体行为 而同时间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共军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东部战区就已经发出了 前岛预告影片 名为正歌代代 就被视为说是针对今天的演技 来进行一个前岛性的预告 而现在外界也不过去 在昨天的时候 有不少台湾的资深好民 就已经发现了 像是台湾周边的 台湾周边就已经有看到 有中国的海底船来陆续来出动 而这一回其实中国方面也证实 其实首度跟这个中国的海底 在台湾周边要实行海域的这个巡查 也首度来公布这个环台 绕台的相关路线 那针对共军种种行为 其实我国的国防部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也表示说发新闻稿来 强烈谴责共军这种不理性的行为 也表示国军会依经常战备时期的 突发状况来进行相关的处置跟规定 也会在全台派遣相关的兵力 来进行进处 就是要来守护台湾的海疆安全 而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到其实国防部呢 也有发布相关的一件来进行展示 那以下来就我们讲过到最新情形 贴罢时间再放给换来直播 好俊阳哥今年国庆 我相信大家对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特别有感 因为其实大家在社群网站上 在马路上其实大家都看到 国旗飘扬啊 包括脸书上也很多 过去可能比较必谈 中华民国的这些朋友 到现在今天其实基本上都还在谈 所以你看基本上在这次国庆 中华民国等于是取得最大的台湾的公约数 那包括赖总统 他在那个国庆演说的这个致辞内容当中 其实他提到中华民国的次数 也比过去蔡总统多了好几次 他讲到八次中华民国 你就知道其实赖清德的路线 是在往中间 开始在慢慢往中间靠拢 那中间靠拢的情况之下 他特别还提到了一些几个点 因为大家很关注今年的国庆演说 他都会讲些什么内容 从过去就职典典礼 到国庆晚会 到这次的国庆大典 他今天讲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讲得非常清楚 那这句话我相信 全台湾的这些朋友 也多数应该也不会反对 说这句话有什么错误了 那讲完之后呢 当然大家想说 今年的 今年国庆 赖总统讲话 对比就是典礼 对比国庆华会 看起来火药味 没有像之前那么充 那可见是有缓和一点 可是他的自制剧剧里面 其实有些代表性的一些情况出现 赖总统过去的几次重大的发言 他有一个轴线是贯穿的 这个轴线是什么 中华民国 在这个地方台湾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岸 你无权代替我 你也跟我是无从管辖的 任何相关的 是 就从一开始 就职典礼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 新两国论 对 到国庆晚会的主国论 再到这个时候 这个国庆大典的说法 其实是有一系列的 铺排的情况 所以你看得出来 即便这句话出来之后呢 我相信你看中共他可能现在看起来 也是觉得好像 到底是不是要痛骂你 还是要更要文攻武嚇你 其他他们自己是会有些矛盾 那永永老师就分析说 这句话出来 其实来挑战一下 这个测试一下 中共的忍耐底线 那当然了 不管你今天国庆到底讲什么东西 中国国台办 你一定都会有话要说吗 你看 果不起来 你看国台办 包括了中国的外交部都说 赖清德只是换花招 来贩卖台独的谬论 那除了这样的说法之外呢 当然武嚇的地方当然也没有少 昨天国庆网 昨天国庆大便之后呢 30架的这个共机共箭 频频绕台 最近的地方再来 给大家看一下 距离我们俄网比西北方 只有50海里 这个情况 即便他们的利件还没有出销 但是他们的动作有先出来 所以望着 听到这个地方 当赖清德总统的国庆演说 相对持稳 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主流论调之内 老公你就奈何不了 你连骂你都弃虚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为什么 他还有2024利件逼的联合军演 还没有出来 我就问 今天大家在讨论 如果台湾有事 美国会持援吗 他在多久的时间之内 有办法介入这一片 纷争的水域跟空域呢 美国势必是不会授手旁观 这个国际战略的这个专家 舒子云教授他就说 他说美国的快速部署 最快可以在45分钟之内就给抵达台湾 45分钟 非常快不到一个小时 那甚至的第七舰队啊 不管他在这个什么地方 他最快24小时之内 也可以抵达到这个台海附近的海域 最慢也48小时 甚至还有个秘密武器 叫什么 B2的幽灵轰炸机 他从基地起飞到目的地只要三个小时 那这个目的地是 可能是到印太附近的这些情况 但是他的基地在哪里 跟大家讲一下 关岛 印度洋 还包括阿拉斯加 不管从哪里起飞 三个小时内就可以抵达 那过多过少也会造成解放军 如果要攻台的话 会形成个非常大的压力 我要追着这45分钟继续问 来我们请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舒子云今天真可以说是今天一爆 45分钟之内台海有事 美军就持援过来 他能从哪里过来啊 双十国庆 举国宽藤 是 一片祥和 对 君先生你有觉得很紧张吗 没有 你有觉得战于密布吗 没有 但为什么外国包括美国都觉得战于密布 要打了吗 国务院发言人居然告诉老共说 赖总统讲的就是一般的话 你要克制克制克制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不要演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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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是李简笔 意思说好像他有真的任务消息 老共要大演习了 好 更绝一件事情 美国放出一个正式的消息 说我们的两栖突击舰全4号 注意看就这艘舰 是 到菲律宾巴拉望岛 去干什么呢 干什么 去三头额台风救灾 救灾 救灾 救灾开这么大的军舰来 欲盖弥彰 你不要说这么大的军舰 这个军舰有个外号 叫准航空母舰 救灾你开航母啊 是 好 第一个 没有美国以前用准航空母舰救灾过 以前的历史 美国救灾是用什么 第一个用补给舰 对 补给舰物资特别多 对 第二个用登陆舰 对 登陆舰船舱是空的 可以带很多很多的救援物资 是 好 这救灾是 明修战道 暗渡陈舱 暗渡陈舱 他到底要干什么 告诉老公 为什么 巴拉望岛就在台湾海峡的南边 对 很近啊 就等于在台湾海峡 对 就告诉老公 我这个来这边是 护台 护飞 你不要轻举妄动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 舰上 居然带有35B F35B 隐形战机都带过来了 不是 你去救灾 你何必需要F35 带的F35B干什么 第三个更可怕 他带的美国陆战队 最精锐的第15远征队 这个远征队是要做什么 陆战队是非常厉害 他夺岛 你讲夺岛对不对 对 他在来之前 他在冲绳 居然试验了一次夺岛 好 这一次 这个全师号 还有带一个东西 各位 就是ACV两栖战斗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第15远征队 在救灾之前 曾经带的这个ACV两栖战斗车 在冲绳 从海上真正去夺岛 登陆白滩海湾 好 那这个ACV两栖战斗车 什么了解 我一定要给你讲 各位看 来导播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他有35厘米炮 第二个他有反飞弹装甲 第三个他有先进的通信跟指挥控制系统 代表什么 第一个他可以运兵 第二个可以当指挥车 第三个他可以仿装甲 最重要一点 我跟大家看 观众看一下 他有八个轮子的 八个轮子什么意思 他可以一上岸就在公路上快速的跑 不是履带的 好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奇怪的事情 意大利的航空母舰 跑去跟印度的航空母舰 双航母演练 注意哦 他们不是两个船 双航母不是在那边海上作秀 他是加大船战役都起飞 实弹射击联合作战 这根本是实战等级的演练 更绝了 是 意大利航母大概35B F35B 你知道印度号航母带什么 米格29B 米格29K 精锐进出位 你可以看到 F35跟米格29在天空中联合作战 那不管 我把我最强的都飞上去了 所以我就问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以救灾之民行护台之时 已经吓死人了 这边好找来盟友 在这个地方演习要牵制老共吗 对 好 我跟大家讲 我一定要可以介绍 意大利的加富偶号 加富偶号并不大 但它可以带40架飞机 对 因为它可以带40架飞机 所以它全部是什么 短场起降的 如果讲短场起降 大家一定记得 这个第一个是AV-8B 它有AV-8B 语音直升机垂直起降 我们本来要台湾想买AV-8B的 第二个就是F35B 它是全世界 唯二的两艘航母带F35B 还有一个英国的伊利沙白女王号 好 结果这个意大利跟印度的航母 双航母在印度那样 剑指中共 所以现在态势非常非常明显了 如果老共真的演习 我希望他只是演习 但是不要带敌人来不来 要带我有准备 好 现在台湾的国军 装备越来越更新了 我已经讲到最简单了 明年国军的部队要换装 最重要换什么 换步枪 马老师步枪是什么了不起来 不得了 各位看 明年要换装 这个86114把的T-112 这个新式步枪 它的看点在哪里 好 我先跟你讲 现在步枪是多少 我考虑一下 T-91 好 T-91 换T-112 那差别在哪里 就是100公尺的射击 原来T-91 它的密集度 可以打到15公分 一个手掌的大小 15公分刚好是 一个手掌的宽度 叫做15公分 所以它100公尺外 T-91 现在T-91 打过来 它的筋度是一个手掌 太准了 打到一个手掌之内 都算100分 对 好 那现在T-112 它100公尺外 打过来筋度 9.4 9.4是什么概念 就是掌心 所以就说 以后国军打仗的精准度 更准了 一个手掌 对 变成一个掌心 是 更准了 听懂了意思 对 就更准了 为什么更准 各位 你以前打过靶吗 打了就知道 我们打靶 是从张孔 这个张孔看出去 对 那个很难过 对 班长还要帮我们调 眼睛都看到痛了 对 现在最厉害的 腰腰拐 是这个东西 反射是红点瞄准器 这个红点瞄准器 非常非常 红点打哪里 结果瞄准打哪里 我再给你讲 两岸作战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 飞弹跟无人机 飞弹跟无人机 这个已经是短兵相接了 我具体于境外 我刚才讲 无人机太重要 因为无人机不会有 实际的损失 但可以 对敌人造成重大的损害 国军宣布 明年 我们将量产建箱无人机 两百架以上 是 而且我们还要继续的 我再偷偷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建箱无人机 明年要存在两百架 对不对 对 现在 第一批 已经偷偷部署了 部署在巴黎的海边 巴黎海边 已经诱落 意思说你家 从淡水河进来 宝和式攻击 之后你了 台北港进来 是 我的建箱无人机 啪就出去了 马老师 建箱无人机厉害吗 我告诉各位 建箱无人机 可以飞 一千公里 可以这么远啊 可以自空 五个小时 一千公里什么概念 可以从巴黎 打到 大陆的 这个边境上 所以它不是侦察 它是自杀攻击的 自杀攻击 而且 它一出去之后 你防空爆把你打下来 对不起 我愿意千公里 我可以自空五小时 我可以避开你的火网 我还可以躲 我可以迂回 而且我事先测试路线 输进你的意量来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一定要看个影片 我们陆军将要在 成立 蓝侧中心 成立无人机中队 好 大家看 蓝侧中心是什么东西 它用民间的 是 四轮转的 这一般民间四轮转 四轴无人机 大家都会转的 对不对 对 它把它改装 改装上面装了炸药 这装了炸药之后 非常非常准确的 集中目标 这不就是恶物战场 现在在上演的吗 好 你看 是 它起飞 飞四轴 遥控 然后它上面装炸药 非常准确 棒一下 好 直接灭中目标 是 所以这种我们就可以便宜了 可以大量的用 几万架 几十万架 这一出去 无差别的密集狼狮攻击 这都是将来 台湾防御最重要的武器 很多人看这个问题是 总统现在很忙 对内占朝野 对外占两岸 你现在看到是 昨天的国庆演说 总统的三千字的文告当中 提了八字中华民国 甚至小英总统 常用的中华民国 台湾也只出现过两次 学者就解读说 这个是他所有历来的演说当中 最像蔡英文风格的一次演说 相较于前面的几次言论 对中国攻击他的弹药 也因此要少了很多 为什么 他没有跃出红线吗 我还怎么观察 昨天的总统的谈话 好 今天要看下报信的观众朋友 一场国庆演说 四方解读 哪四方 美国 中国大陆 跟台湾的蓝绿两方 蓝绿绿还要解读 绿还要解读 真要解读 因为独派的人讲说 怎么这么中华民国 你已经踩到中华民国 113年 连武昌起义 接干起义 推翻帝制 你认了 以前蔡英文总统 过去八年 2019年讲什么 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难以支持者不高兴 中华民国都中华民国 改什么国民 都没有 我没有修建 只是嘴巴讲而已 嘴巴讲 也有人不同意 那这些讲什么 讲中华民国 讲了那么多次的中华民国 比蔡总统还多 八次 这个阳明帮大家算出来 那个次数 讲的非常多 赖清德总统 等于就是踩稳 来观众朋友 六个字 听其言观其行 那我的态度很清楚 至少在听其言 因为看他的讲稿 的部分 他是拥抱中华民国 我今天早上遇到赵春山教授 他也是讲 对啊 但问题是观其行 听其言观其行 后面还有三年多 他的四年任期 有没有这么做 但是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跟你讲 他未来三年 他会不会真的说到 没做到 但至少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他说到他讲中华民国 他也讲台湾跟中华民国 台湾 但是呢 他以中华民国的 正宗自居的时候 我就问 那对岸还要怎么打 这就不是台独嘛 这叫中华民国独啊 常跟大家讲是这样 所以赖清德总统 等于把过去隐含的两条 怪怪的 可能不愿意去 直撑中华民国 非得加台湾这条线 给冲破了 这是赖总统的国庆演说 好 另外 在观察的一个角度就是 里面我们暗藏了 2758决议的密码 因为总统从他就职 一直到现在 甚至国庆晚会 都有一以贯制的脉络 就叫做互不隶属 我跟大家报告 昨天国庆演说 讲完以后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我文章都写出来了 整理了八个两岸的重备 其中有一点就是这个 他讲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2300万人 再讲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执称对岸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前 国民党执政不会这样讲 因为两岸就是一中 我们是中华民国 他们是中华民国 但是我们就讲一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不要讲他 不要执称中国 不要执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讲 第二个无法代表 台澎金马的 2300万人 这就是2758号决文 这一次的重点 就是虽然美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因为我们已经断交了 1979的断交了 但是 但是 台湾还是 可以实之有意义的参与 国际组织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参与 因为我们并没有 被中国当代表 如果我们已经被代表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派个中华队去打棒球 不会另外还有个台东队 跟台南队 是当然 因为整个台湾22县市 就是个中华队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大陆已经代表台湾 那我们当然就不能出席国际组织 可是他说没有 没有 2758号决文讲的就是 他没有代表台湾 那他这边讲的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代表台湾 所以又把这个 环环相够扣起来了 呼应这一次 澳洲 美国跟荷兰的 2758号决文 中共误用代表台湾的事情 要向国际发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不代表台湾金马 中华民国 以及2300万人 那我问你 很多人看完这个 3000字的演说之后 其实是跌破眼镜 哇 总统并没有说出 更辣 更超越红线的一个论调 或者是内容 有人就说了 为什么会这样 英国 美国老大看过了这一篇讲稿 有这件事情吗 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如果你有看 五星报新闻 我每天讲 你就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我的论述内容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他会讲中华民国 因为他是台图精孙 对 物质台图工作者 现在会讲中华民国 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第二个 他会告诉你 两岸其实基本上 就是两个国家 我们是中华民国 对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 刚俊安格问我 我是负责跟大家讲 我自己跑这个总府 我们每一任总统的 520也好 或国庆也说的讲稿 没有一次美国没看过 没有一次没看过 再讲一次 没有一次没看过 只是看的版本 有多细而已 有时候可能是个简版 两张A4 有时候可能是整整 对不对 所有的每一个竹字 所以现在讲说 因为美国看过 所以他才转弯 观众朋友 这个其实基本上各自解读 你要问我的意见 我觉得他跟先前的祖国论 没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他没有用那个词而已 祖国论的意思就是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我们 中华民国 我们比他早 但他这一个国庆 有没有这个概念 还是有 我们是113年 还有古林同学 所以才挡住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有没有给美国看过 一定有 而且不是只有他 所有的过去的中华民国都会去 就像我讲 总统也没办法 在国庆大会唱歌一样 第三 那是不是感觉 有比较没有挑衅 重点就在于说 先前他所讲的 那个祖国论 大家吓了一跳 已经惊吓过之后 你就不觉得烧了 所以我是觉得 在我看来 10月5号的国庆晚会的谈话 跟国庆大会的内容 其实是同一套的理论 好 我们今天请伟翰 带我们来解读完 昨天双十国庆的总统 国家论述的这个部分 同样国家论述 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韩国医院长 他昨天讲话 也处处是亮点 你来看看两个人 人民的接受度谁高 好 我跟观众朋友讲 现在去看网路上面的声量 其实不用看 我就知道 赖清德总统跟韩国院长 绝对是最高的两位 因为以往真的 我必须跟大家说 没有这么抢眼球 薄板面 而且还受到关注的 国庆总统会主委 以前黄金平院长 讲了几年 我实在也记不清楚 哪一年 我特别讲 就是行李如鱼 大家国庆快乐 然后苏嘉全院长 游行公院长 但今年韩国院长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观众朋友 因为他是选过总统的 国民党的韩国瑜 对不对 第二个 他以前就是 最有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满地红 元素的韩国瑜 对不对 所以这种重制的时候 韩国瑜跟赖清德 居然能够站在一起 我告诉你 不能站在一起 两个人还做麻烦 一起取这个荣耀时刻 居然跟我就讲这几个点 刚刚在讲 赖清德 我的观察是 他有拥抱中华民国 今天讲过来韩国瑜 韩国瑜也 比国民党大部分的 这个传统政治务 更踏向于台湾 他的国家根堡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国家根堡 他的这个内容当中 不断强调第二点就是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韩国瑜并没有 不要讲台湾 然后第二个 他告诉所有全世界的 台湾人无法在各地 取我们中华民国国旗 他其实很多论述 如果你进来看 你把颜色抽开 跟赖清德总统的讲稿 有一点像AB稿 其实都蛮像的 大家要爱我们的国家 时时刻刻不要忘记 要大胆讲出我们中华民国 然后要取国旗 然后他讲中华民国 他讲台湾 两个人互相交错 所以网络上声量 他们两个分别 第一跟第二 真的是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再加上国民党支持者 说实在来 目前赖清德总统 是非常怀疑的 这个真的会拥抱 中华民国吗 可是在同一个场合中 看到了他们的投射 就是韩院长 尤其很多 是韩国瑜支持者 他们以前选总统 就是要投韩院长 所以看到他能够 站在这个主席台上面 在这个国庆大会上面 多感动 所以蓝利之者 都分别找到了 他们投射的对象 绿的去支持赖清德 蓝的去看韩国瑜 而他们两位呢 居然跟你看这个画面 我其实是蛮感动的 因为这个荣耀时刻 在还没有国庆大会当天 有被批评啊 什么华国美学 好丑 结果你看 赖清德总统 跟肖美金 有没有拿 对 所以我要的是这个 我知道台湾 跟着很多不同的利益 看到绿的往蓝的靠 蓝的往绿的靠 民进党都讲中华民国 国民党都讲台湾 这个场合 其实两个人都大加分 韩国瑜 赖总统都加分 雨萱 你怎么看 第一届比赛 谁爱中华民国大赛嘛 你很难看到 国民党跟民进党 或者说在野党跟执政党 同时在抢的 中华民国这个招牌 那理由很简单 你只要当上总统那个位置 都不用啰嗦啦 因为你就叫中华民国总统嘛 你就是宣誓 效忠中华民国嘛 你问我平息而论 我坦白说 他整个演讲稿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啦 你今天换做一个国民党的来讲这句话 我只要把一句话去掉就好了 就没问题 居然你知道哪一句话吗 哪一句话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把这句话去掉就没事了嘛 对 国民党就是这样讲的啊 对 但你看韩国瑜加了什么 美丽的台湾是我们的家 对啊 对不对 他把台湾加进来了 国家根宝嘛 中华文化自由民主嘛 第二行跟第四行 那个是谁会讲的话 我把一三行去掉 赖清德如果讲这两句话 你没意见嘛 是 这是民进党论处的逻辑嘛 对 所以其实两边都在 往中间的光不靠拢嘛 我加你的菜 你加我的盐 我加你的油 在玩这一套了嘛 但韩国瑜这一套加起来 请问一下 他的激励基是什么 中华民国 他是在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跟架构这个国家概念架构之下 我把台湾的元素给拉进来 所以这象征一直概念 第一 你想要当上中华民国也好 台湾也好 的总统 你就必须走中间路线 跟中间色彩 就连蔡英文都得屈膝啊 中华民国台湾嘛 这是第一个嘛 所以韩国瑜这个格局 叫什么格局 总统大选的格局了 当然 因为我跟各位报一个料嘛 2020年的时候 韩国瑜那时候在选总统嘛 我那时候跟他私下 我们就坐在咖啡厅 聊过天 那时候他就跟我说 余轩余轩 我跟你讲 我想到有好主意 然后我说什么好主意 他就跟我讲国家根保 所以这个东西 他四年前他就提出来了嘛 他四年前就已经想到这个了嘛 那时候他要干嘛 他要选总统嘛 所以他借由这个国庆的场合 把自己对于国家国足意识的概念 国家根保 四个字再抛出来 但你说两个人比赛 谁爱中华民国 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因为你只要有这两个元素 一个叫国家的国民 一个叫台湾 也是我们深层的土地 我都举双手赞成 没有任何意见 没有统图 只有国家认同 会变成我们的主权绿了 是这样吗 张明怎么看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国庆演说 如果用这个赖总统他去年去评论蓝白河的那一句话 一个字 空 为什么是空 比如说他讲了很多的中华民国 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对中华民国的论述其实是空的 我举个例子 他说这个过去的革命先烈创建中华民国 接下来跳到哪里 古宁头八二三 对日抗战不见了 内部的这个国共内战不见了 那个历史是一个叫做跳空的历史 断代史 没错 好 再来他讲到这个什么 要什么捍卫我们的这个主权或怎么样的 具体的作为呢 一样是空的 再来他讲内政 内政他说什么 要打仗 要这个打房 说得罪 特定团体也在所不惜 怎么做 空的 然后呢 讲朝野合作 要团结一致 怎么做 是韩国瑜院长跟卓龙泰院长 破局啦 空的 所以他讲四个不变 其实四大皆空 但是 但是我必须说 赖总统他从六月份 今年六月 他其实某种程度就已经定调了 记不记得他讲什么 他讲 在台湾 只有统促党不是台独 其他人在对岸的眼中 通通都是台独 他说只要你不赞成统一 就是台独 所以现在他从台独今孙 转化成华独今童 他现在主张中华民国了 我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主权独立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不再创建这个所谓的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了 那当然我必须说 这一段对蓝银来讲 也许蓝银会有一些人会觉得 很好啊 往中间走嘛 所以以前陈水扁叫新中间路线 现在赖清德叫新中华路线 他在诠释一个新的中华民国定义 但我还是要强调 现在你当一个国家元首 不是吵架 不是每天打这个耍嘴皮 不是脱口秀 讲完话 演完讲 说完了之后 要做 不管是内政 外交 拼经济 还是要打诈骗 都要拿出实际的成绩 否则明年520 就是晚中年 明年国庆 大家就会看破总统的手脚 就要言行合一 而不是这边大家担心的 说一套 做一套 裴局你怎么看 赖清德的这个国庆演说 如果跟蔡英文去年的相比的话 这个大家都做很精致的比较 中华民国多三次 台湾多七次 中华民国台湾 一样拼手 是讲两次 那不过让这个有一些人 可能让民进党侧疑失望的是 他没有延续这个国庆晚会 上的祖国论 但是他还是讲了这个两句话 我特别画出来是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另外一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那我想第二句 我们支持也同意 但是前一句就有一些语并 因为这并不符合 我们现在的宪政体制 那当然一般人在谈这句话的时候 还会再去细分说 这个主权包含 治权不及的这种分别 可是隶属 这两个字的定义 其实很明确 主要谈的还是主权宣称 那中华民国法治到现在 还是有这个大陆地区 这个名词在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赖金德 还是在走一个桥门 那反正每次讲到两岸问题的时候 就考验大家的这个中文程度 中华民国在113年前 在一个很艰困的国际环境下建立 那现在的环境 我认为大家也同意 都还是危机穷穷 那赖金德嘴巴讲出了中华民国 可是可惜的是 不管是国庆晚会 或是国庆大典 他讲了这四个字之后 整个民进党或者是他们的基本教育派族群 又会拼了命的帮忙 延伸出很多不一样的解释 甚至是擦脂抹粉 那根本就搞到一个面目全非 哪一段是真心话 哪一段是场面话 我想国人还是会看得很清楚 只是很遗憾的是 就像刚刚柏基哥讲的 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可是遗憾的是 他讲出了中华民国 却总是要有很多人去 去他做延伸解读 好像这样子才能对自己的支持者 交代过关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看到这个地方 各位朋友 台积电已经强到没对手 唯一能阻碍他发展 阻碍他进步的 难道只剩台海的局势吗 赖兴德总统的国庆晚会 提出的主国论 后座力增强 现在传出了双十国庆演说之后 共军要发动力剑演习B 比五月的力剑演习A 手会伸得更长 力量会湿得更重 从夺倒到无人机群的包围 招招见指台湾而来 他真敢打吗 马老师 现在传出一个叫做蟒蛇战法 就是他不咬你 他捆你 他包围你 整到你断气 整到你没力为止 会这样吗 明明全世界都在关心 中东战争 恶务战争 突然在中华民国国庆前两天 全世界的媒体 这个最顶尖国外智库的研究报告 都在居然把焦点 啪 转移到台海 都在关心台海会被打仗 那如果会打仗 用什么方式进行 用什么方式 还没完 而且我们台湾内部的军方 国安人员也拼命在放话 突然之间一副风雨欲来 风满楼 狼要来的感觉 会真的来吗 好 我先讲 你刚刚讲台积电对不对 对 最新的德国经济周刊 突然间居然说了一句话 说台积电就是台湾最强的经济防御战线 它是真的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 好 他讲得很详细 他说你如果从太空中 他还弄了太空照片 他说你如果从空中去鸟看 台积电好容易看到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的形状都是固定的 固定的 你从空中都方方正正的 还有各种处理厂 一一眼就看到台积电 但是老共如果一打台湾 伤到台积电 他在报告里面说 全世界晶片60%台积电供应 全世界最高阶的晶片 90%台积电供应 晶片出不去啦 出不去或台积电受损 第一个 全世界经济受损 第二个 中国大陆也要受严重的伤害 所以没有人敢去动台积电 台湾的防御第一阵线 好 那回过头呢 今天晚上为什么 又回来台海跟你又放大镜 一步步往里面看 一切的一切 赖总统国庆晚会的那个祖国论 后天的国庆的演说 又大家等着看 会不会说出更呛辣的老共会有什么动作呢 好 这就打预防针了 好可怕 路透社居然派一个新闻出来 说10月10号赖总统在国庆讲完会之后 老共就要进行第四次大规模的军演在台海 这是真的吗 老师 大家在问真的 就赶快看路透社 谁讲的 台湾高级军事人员 台湾国安备忘录 哇塞 国安 国安人员透露出来的 国安备忘录他都看到了 我们的国安备录预测 中共可能会大型军演 连路透社都看到 好 这一流出来 世界震惊 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还有一个国安人员 国安人士 他讲了一个 那共军现在对台湾战略是 手伸更长 心抓更横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手抓更长就是 他以前对台湾 他不会有长城飞弹 他914号干了什么事情 东风31 打到了夏威夷 打到了夏威夷 一万两千公里 但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他打这枚之后 他还打了十几枚 注意听 十几枚 五千公里的长城弹道导弹 那也跟台湾没关系 台湾就在隔壁 哪需要五千公里 但他是为了打台湾 他去威胁老共的 威胁美国航空母舰 前来持援的 我让你进不来 对 让你进不来 好 这手抓更长 心抓更横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 他最近突然军机 进到日本领空 不可是以前没有过 第二个 他最近三航母 同时出海 从来没有过 他跟俄罗斯的海警 在东太平洋做联合演习 从来没发生过 他最近做了 还有他的洞拐腰两艘 进了印度洋 这一日从来没发生过 最严重一个 他的辽宁号 在与那国岛 冲绳岛之间 来来去去 那就是台湾头 就是台湾头 而且起降630次 我告诉你 这都是从来没发生过 也就是他最近 心抓 手伸更长 心抓更横 好 更绝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将 很少接受外国杂志 谈军式的 我们的海军司令 堂皇上将 居然经纪人员的专访 是 说现在老共 是用蟒蛇战略压迫台湾 这是什么意思 蟒蛇 好 蟒蛇 就是我不一口把你摇死 蟒蛇是怎么先缠绕 越说越紧 越说越紧 让你窒息 绞杀你 绞杀你 好 他的理由是四个 各位观众听 第一个 中共军机越这个中线 越过海峡中线 增加了五倍 是 军舰围倒 增加两倍 对 然后他不管军机跟军舰 在出来之后 自空自海时间 越来越长 然后他飞行的距离 也越来越长 越来越久 是 他就是让你越来越窒息 越来越窒息 他绞杀你 压缩你的众生 还有一个 他说了一句话 他要围你 他不打你 他围你 这唐花讲的 对 就中共要封锁你 让你经济没 你不打我 没事啦 你围我就让你围吧 就让你自喜而死 让你自喜而死 台湾是靠原料 这个人员 你围我就让你围 好了 围 要靠什么围 这台湾 台湾海峡围容易 那台湾东部你要怎么围 你要怎么围 对 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围 好 我刚讲了 这个中共三艘航母 破天荒 骑出海 对 当然福建舰海事之后现在回去了 但山东舰跟辽宁舰还在外面 对 其中大家都说辽宁舰 但是烂舰 我告诉各位 来看 这是辽宁舰出海的这个样子 来导播看一下 这是辽宁舰 前面的 注意看 他带了四艘护卫舰 是 动武士 动武 这一艘是补级舰 他的阵容是非常弃强的 山东舰出来也这个阵容的 好 注意看日本人 因为他都在冲绳跟雨拉国道 对 日本就盯着他看 日本统计 9月20号到10月1号 他就起降630次 哇 你看 两艘大船中间还有这个线啊 他就补级 补级舰 补级舰在这里啊 对 好 他就起降630次 各位要知道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好 我今天跟大家看 看这个 这是美国人统计的 1990年波安战争时候 你知道 这世界上空前的一次 你知道美国派了多少航空母舰 去波弯 波斯湾三艘 洪海三艘 六艘航空母舰 对 在那边围到 对 那六艘航空母舰呢 在43天里面 总共起降了421次 421次 六艘航空母舰 43天起降 平均一天 一艘航空母舰 起飞 70架次 是 这是注意哦 这在战争期间 对 他要靠航母去打击 实战的过程 对 好 各位观众 日本统计的 这个 辽宁号 在921到10月1号起降了约630日 平均一天 你知道起降多少次 几次 53次 哎呦 很接近实战了耶 很接近美国最先进 表现他跳跃式的甲板 对 很接近美国弹射的甲板 我告诉各位 这正比一件事情 辽宁鹤不再是个大玩具了 他是具有实战威力的 好 那我再跟大家讲 最近 你一定要看 华府最顶级的智库 一直在讲 台湾要打仗 台湾要打仗 那怎么打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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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德智库 是美国华府 最信任的智库之一 兰德智库说 第一个 他如果打台湾 就是靠飞弹 所以10月1号 国庆日的时候 东部战区 发一个破 东风破的MV 是 东风破MV 各位看 它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八个字 东风快递 指哪打哪 哇 东风 你刚提到了 一万两千公里的 就是东风飞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老美 靠航空母舰来 我东风就把你打掉了 你老美根本没有战力 对 好了 这个兰德的报告里面 讲第二件事情 如果老美只靠航空母舰 必败无疑 你要靠陆机 因为你要靠陆机 那陆土啊 对 而且你要有基地停放 飞机啊 弹药啊 对 陆机三个国家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对不起 兰德的报告 几乎是让人 我们台湾人失望的 他说什么 他说第一个 他说南韩会不会帮助呢 南韩他要专注北韩的威胁 对 因为如果台海打起来之后 是 南韩怕北韩 穿越也打他了 对 好 第二个菲律宾 考虑北京报复 他认为报告里面 菲律宾 不会借基地 菲律宾不是有四座 最靠近我们的岛屿 都借给美国了 如果真的开战 他不会借给美国 因为打完之后 老共去打他了 第三个就是日本 日本是唯一可能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对 唯一有可能借他了 但是他说 作为兰德是华府之国 说他需要时间 做决策 那我问老师 今天如果最靠近台湾的 南韩 菲律宾跟日本 都没有办法出借 他们的陆基的运补 给美军使用的话 美国怎么可能有能力 拉那么长的运补过来呢 第一个 你讲对了 现在 兰德的研究报告的意思就是 对不起 运补 可能美国人 不一定打得过中共 第二个最重要 我给你讲 另外一个字幕 CSIS也试紧 他说 他的研究报告题目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而且他发表 在外交期刊上 中国国防工业 已处于暂时状况 但美国还没 今天所有的这些 最新的报告 指出了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就是 两岸有可能会开战 那这个开战 美国不一定是胜利者 因为你没有主场优势 第一个 你没主场优势 第二个 你的朋友不一定帮你 第三个 你的后援跟不上 第四个 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要打这一场仗 赖总统在国庆晚会当中 提出的祖国论 后劲很强啊 现在传出 等后天国庆日 赖总统的国庆演说之后 共军可能要发动 包含夺岛 无人机包围演习在内 朝朝见止台湾而来的 力剑逼军演 手会伸得更长 力量会湿得更重 这恐怕才是国防部长 顾力雄真正的第一场的 压力测试 对美军构被当盘子 现在更传出了 请要去搞不得 自己国军都在 贱卖刺针飞弹的发射筒 连军用口粮都偷去卖 这样的军纪 你是要怎么抗中保台 好 军大革 抱歉的观众朋友 现在两岸的状况是怎么样 赖清德总统嘴巴一动 解放军马上跟着动 所以你看 从5月20号的总统 旧时典以之后 5月23就出现了 不是这两天 大家知道是5月的时候 2024联合力剑A 对不对 那你A什么 有1就有2 无3不成理 那有A 就有B 可能有B 不然你A干嘛 是 你就2024联合力剑就好了 不然联合力剑2025 联合力剑2026 对不对 一年一次 不是 他是2024A 在今年的5月23 好 那观众朋友 我刚刚讲 赖清德总统嘴巴一动 解放军就跟得动 这不是乱讲的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520 赖清德总统的520 就只有人说什么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 讲完后各三天 联合力剑A就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没有像2022年的 裴洛西事件之后 打飞弹进过台北上 说没啦 大家都担心说 他那时候2024 在这个A的时候 他有弄六张图卡 还有大的这个登陆箭 还有飞弹 有导弹 有火箭弹 我觉得搞一场大的 他没有全用 所以来说我就在算了 那可能后面B跟C会用 那后来呢 我刚刚讲第一个是520 第二个呢 就是上个礼拜六 10月5号 上个礼拜六 10月5号讲完 第二天是10月6号 然后观众朋友讲说 我和你讲废话 10月6号是赖清德总统生日 对 国庆晚会那一天 讲完祖国论之后 第二天是赖清德总统生日 对 结果对岸飞来了 对不对 二三十架的军机军舰 没错 所以就讲 这又是赖清德总统而来了 不过这个国防部 现在跟大家讲 先不用讲 这个10月6号的那个 小小case 如果10月10号 赖清德总统国庆演说的时候 他启动2024B 开始又更严重的 甚至打飞弹的话 那怎么办呢 会怎么样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 赖清德总统嘴巴一动 现在对岸解放军就在动了 现在国安人士认为说 研判 观众朋友 这不是说已经有情知了 是说研判 共军可能用力箭B 来回应赖清德总统的国庆谈话 所以国庆谈话 谈完礼拜四 或许礼拜五 或许礼拜六 那国防部也讲 目前掌握到了就是说 至少在10月10号当天 真的会有 观众朋友 真的会有 但是你不要太担心 是火箭 火箭要把卫星 有个轨道 来打到外太空 但是会从台湾的上方过去 过去有过 对 有过有过 所以会有火箭经过 我们的国防防空室飞去 但是国安人士担心的 不是那个火箭飞过我们上空 因为火箭没有攻击性 他是把卫星带到外太空去 他担心的是 2024的联合力箭B 什么时候会出动 就看赖清德总统 礼拜四的国庆谈话 会不会比先前的两次谈话 还要更加的强硬 好 那我包裹就问伟翰 所以在整个他的祖国论 他的厚助力有多强 他的破坏性有多强 强到怎么观察 第二 你怎么去研判 后天国庆 整个总统的演说 会不会更强悍 会不会更挑动敏感成亲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赖清德总统 他对于两岸是 两个国家这个论述 已经讲到 让大家从一开始赶紧到后来赶紧麻麻 那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因为赖清德总统的做法就是这样 蔡英文前总统 中华民国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整整八年 你严格去计算 只讲过两次 可是赖清德总统 其实基本上几乎是 一天就讲两次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会不会有更强硬的国庆谈话 我现在目前没有看到稿子 我不知道 可是他的谈话都还算是强硬 所以特别这一次的祖国论 讲完之后 包含国台办 还有外交部国务院对岸都还没有动 但是国安人士担心就是说 他可能嘴巴还没动 但是动作先来 只用军演来回应你 但你要知道 国安人士会做研判 就是赖清德总统 为什么讲这个话 对岸完全摸不着头绪 因为两岸都有互相的涉台人士 会有回报 可是显然赖清德总统 10月5号的国庆晚会上面 所发表的祖国论的谈话 对岸完全没有掌握 那你要知道对岸是十一长假期间 所以赶快动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赶快打听赖清德总统 为什么说这个话 最后你就看到说 今天如果从祖国论 到国庆演说 这是连在一起看的 后面会不会吹出力剑逼 全民等着看 不过现在已经 咬起来 艺人在两岸游走 他们就是赚一个艺人表演的钱 也就骚到红台卫了 这个是隆岸游走 我昨天一讲我才吓一跳 难道赖清德总统 直指阿杰拉吗 因为这两天有讲到祖国 因为我也很久没看阿杰拉了 小时候我有听他歌 是 阿杰拉现在在大幕发展 然后他录了个影片 然后对导播放这个 有没有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台湾两岸对不对 祝福祖国 75岁真正快乐 所以他称说 他的民国为祖国吗 那难道 我是觉得怪啦 赖清德总统问阿杰拉 直接发表国庆晚会的演说吗 他可能讲的是一些人 但不管怎么样 阿杰拉这个影片 下边看到 原来他去大陆发展 然后真的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1号的国庆 为祖国 75岁真正快乐 好 那讲完之后呢 阿杰拉毕竟在那边有演出 他的太太就接受我们台湾媒体访问 岳阳访问说 没有办法 他都抖音叫我们讲这个 我们台湾没有工作机会 你说一下这个 可能两边都没了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 公职人员 政治人物 要选总统的 我们要检视 但我一直都认为 对演艺人员真的说实在没有必要 真的 他需要工作 而且表演歌唱演戏 他并没有政治的意涵 他就是要表演更多人去看 所以阿杰拉现在中枪 他被点名说 就是你讲对岸是祖国 然后他也说 我们是不得已的 会不会两头落空 都没有工作机会 阿杰拉现在可能也非常烦恼 宇轩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的民调 祖国论 联合报这个民调 五成事认为必多于利 带来祖国论 十月十号还等总统的演说之后 真的会不会吹出利剑弊 当然会 当然会 不是啊 因为十月十号 一定会有 之后一定会有军演的嘛 这想都不用想的问题啊 因为赖金的不可能退啊 那中国也不可能让啊 那不退不让的 大家就是这样子啊 反正你眼里 你看看一看 不是啊 你拨你的 我拨我的 各演各的 因为赖金的今天在十月十号国庆日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一个重大的定谋跟宣告 这个五二零就职不一样哦 因为国庆日他另外有别的意义哦 五二零那是赖金的他自己的节日哦 就职典礼嘛 十月十号是谁的生日 是谁的典礼 是国庆日嘛 国家的庆典嘛 所以他势必得救中华民国做出一定立场的表态嘛 但是以赖金的个性 他在做出表态的同时他会干嘛 他又会加自己的色彩进去 但前提是 作为一个掌控大局的人 也是作为一个总统 能不能爽就好 能不能符合民意就好 人家说做大事人最困难是什么 你必须要 即便违背所有的民众的期待 但是做一条正确的方向跟对的事情 所以是端康的智慧啊 如果你国庆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讲中华民国 你可以讲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随便你怎么讲 但讲完之后 当然他会相对的后座用力 但怎么样 才对于中华民国 对于台湾最好 不一定是大家听得爽的话语 好 建平 你到我们来看到 刚刚提到 不断提到这关键字 叫做力剑逼联合军演 这件事会发生吗 发生之后 那有人就开始说 这是文人部长顾立雄 上任之后的第一场 真正的压力测试 文人部长的新人新政 他带领下来国防部 有能力抗中保台吗 解放军必然会军演 但是国军有没有这个底气 去对抗这个解放军的来势汹汹 两岸兵凶战危 现在这个我们的义男 还有我们的年轻人在台湾 到底要不要去当兵 尤其全民防卫任性动员的委员会 之前不是说要培植在台湾的40万名利吗 这名利是不是民兵 我就先不讲了 我们的这个义男 你之前看到台中有一批义男专车 载了这个差不多七八十位的这个义男 分两台游览车 其中一台游览车呢 在车上竟然被踢爆说 在这个义男要去营区的时候 竟然车上播放中共解放军的军教片 上面就有一句台词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搞什么啊 这个是谁搞的乌龙啊 这不是很讽刺吗 行政院长卓龙泰在立法院 被这个立委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据了 我根据他的了解是说 应该是这个游览车司机 他误播啦 因为这个司机平常喜欢看YouTube 喜欢看串流平台 那串流平台他就喜欢看一些警北片啊 军教片啊 战争片啊 那有时候根据大数据他就播了这个 那现在没有人制止吗 当时在车上的一个这个官员 他是坐在游览车司机的旁边 那游览车司机旁边荧幕有开 但是他没有声音 所以他不知道在播什么东西 所以他也没制止 照理说他把它拍起来 拍起来之后回传 否则如果拍一些 放一些不入流的影片怎么办 这偏偏就被拍到说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被一男拍下来 上网 他们放到这个网络上 说我们要进去当兵了 可是他那个游览车上面 却提醒我们要为共产奋斗终生 这不是很讽刺吗 那当然台中市政府民政局 现在也说要严厉追究这个司机 误播了这个责任啦 但从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其实年轻人的心情 是很矛盾的 就连国防部长 还有这个顾立雄 他被立法委员张旗凯 问到他 你儿子会不会参加 总统府那个全民任性防卫委员 动员了这个40万名利呢 结果你看他这个 在立法院的答询 一开始是问赖清德的儿子 在国外 在美国 希望赖清德的儿子回来参加 顾立雄顾左右而言他 他说我不清楚 他不清楚赖清德的儿子会不会回来 接着他就马上 张旗凯见指他的儿子 那顾部长你的儿子 两个儿子在台湾 那你要不要参加这个名利 40万名利委员会呢 结果他部长就说 这个不知道 要看他们到时候 有没有被编入这个防卫动员体系 这不是废话吗 等一下 所以顾立雄 你看那个表情真的是 我没能够结尾 马上他脸上的回应就看得出来了 他回说那就要看他们 他们只看我儿子要不要去 加入了名利训练 还是问他们说 内政部为主的这个所谓的名利的征召 会不会征召到我两个儿子呢 我到时候我可以推测 这个可以说 因为这个是电脑去排的 电脑裂的 电脑裂的到时候他儿子没进去 刚好跳过 他这么巧 电脑跳过 那当然啦 现在大家都说大官的儿子 权贵的儿子到底会不会放进去 这40万名利 先讲这个 有没有人去操作武器 或者是那个名利民兵怎么去用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装备 我们被美国当成盘子 最近这两个礼拜 已经不是新闻了 雷神公司啊 大家看得很生气 但是我们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六六旅 六六旅的这个官兵 既然有人 内神通外鬼 把里面报废品 其实有些军方的报废品 可能拿出去外面还是堪用的 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用 结果后来 去年我们桃园警方跟检察官 破获了龟山有一栋民宅 里面是黑帮的这个民宅 竟然藏着一大堆军用品和军火 然后大家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流到黑帮去 结果一深入追查 才发现原来是海军陆战队的六六旅 把他们的一万四千颗的这个手枪弹 还有手榴弹 透过以前在海军服役过的一个雄性军官 他是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玩具枪协会的 全民国防推广涉及教育中心的执行长 结果呢 你看到这洋洋傻傻 这个表哥是什么意思 这一年创的清单 都是他卖的军火 我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他从军火库 我们国军的制式配备 卖出去 偷出去的 桃园的警方跟检察官 在这个他们民宅黑帮的基地 收到了这些清单 都是从陆战队的六六旅军火库留出来 比如说连加热口粮都卖 战备的这个口粮 还是公保基地口味的 然后甚至五七次的 这个五七次的刺刀鞘啊 还有呢 像这个TC944的 这个7.62公里的狙击弹箱 这些东西 以及像什么战斗背心啊 还有这个抗弹板 抗弹板是那个军官哦 他故意把它戳一个洞 那就报废了 那就可以内神通外鬼的 神不知鬼不觉 无鬼搬运运出去卖 当货瓶都知道 参一参二参三战事 管军备有管军备的 管补给有管 后勤的管后勤 随便他如入无人之境 要偷什么就偷什么吗 是的 盛世下无人这些东西啊 还有甚至那个雷达观测机的 这个报备品也都带出去 更不要说什么防毒面具啦 自爆的手榴弹 都拿去留到了这个民间 而且他们在法院抓到了之后呢 判刑的时候还说 我们都是推广全民国防 然后我们没有买卖交易 但是偏偏给大家发现 其中有一个双联装的 刺针飞弹射击后训练 那个发射筒啊 他用两万五千块一个 就可以这个卖给人家 然后人家再转卖给黑帮 所以当这些军官 当然这些军官士官 后来被抓到之后呢 都被撤职查办退役了 但是当时他们在军中 却干这种萧小的事情 把我们的军备品 故意把它弄破弄坏 毁损之后 当作报备品去卖给外面的人 卖给黑帮 然后再说我推广全民国防 这样的部队你告诉我能打仗吗 观众朋友 这样子的军纪 不是成年往事 这是去年的事情而言 红卉 这样子的一个国军的军纪 如何抗中把台 更重要的是 这一段直循背询的过程 我们以为一定坚持 同岛一命 国防部长不是应该这样展现吗 他居然说 你都中午参加明令训练 那就看看他们 你怎么看他的回应 我先讲 就是把我们军品流露给黑道 我觉得他卖太早了 不然他们就可以讲说 我们是配合赖清德总统 全民防任社会 然后把黑道也纳入 四十万的名利 对不对 所以谁要提供给他们军品 这个理由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就是搞这样子 他们就真的这样用 对 他们的理由可能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黑道 也是四十万名的名利 因为本来大家就说 这四十万的名利 到底从哪儿来 那至于在立法院 这个是张旗凯委员 他对这个顾立雄的灵魂拷问 那本来照理说 你一定讲说 我两个儿子一定全部都参加这个名利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捍卫国家 捍卫台湾 打到一兵一组 你怎么不学一下 真正书真仓呢 我今天哪一根扇我把 我都要占街口 我都要占巷口 我都要占山上 我都要占海滩 占到一兵一组 其实我们国防部长 讲一个软啪啪的 说我们就看一下这两 我们这两 他两个儿子能不能够被召集到这个 这四十万名利 这知道什么话 能不能够 如果你两个儿子在国外呢 对不对 就不能够了嘛 所以我们同样的问题 大家也都在问 现在赖清德要用对抗的方式 然后就是 就变得那么强硬 在选情的时候 大家就请问 赖清德有两个儿子 对不对 那你儿子都有回台湾吗 他不是说他儿子会回台湾吗 回来台湾了吗 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你今天不能够说 今天我们要对抗 然后我们今天要保家卫国 最后你们自己的家人 跟你们自己的儿子 没有加入这样的行列 对不对 这难怪军气患散 能赚就赚 对不对 能卡油就卡油 所以大家讲说 这到底要怎么样打仗呢 其实我们必须讲 就是说 2024的这个利剑逼 这是谁透露出来 是我们的国安单位吗 我们国安单位人士 那我就在想说 你现在七早八早 你是打预防针吗 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有的时候 你看 我们哪这个预测神准 完全在我们掌控之中 如果没有的话 哎呀 我们赖中等 可以处理两岸关系 你们都骂错了 他没有这个对抗 他没有造成什么两岸的紧张 反正真反正两面的话 都是他在讲 可是问题是 如果真的有利剑B的话 因为利剑B 从利剑A 好到利剑B 他们都是比较高规格的 就是围导演习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要如何的来防范呢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四月六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更健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二十多下 你愿意谈 也愿意谈 并定